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十月二十七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二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跟许家印有关的消息 一起来看到的自中国媒体财新的报道 文章介绍香港山顶布丽镜一处豪宅近期抵押给银行 而物业此前曾经有一段转名的风波 似乎与许家印有所关联 文章引述香港土地注册处文件显示 在十月十九日布丽镜十号B洋房向中国建设银行亚洲做了抵押 而财新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 这一次是恒大私募融资的债权人 要求追加许家印豪宅作为抵押物 有趣的是布丽镜十号B洋房是由元训有限公司所持有的 而元训又有一家名为ACE的离岸公司控股 根据香港公司注册出的文件 在七月三十日的时候 有一位叫做谭海军的人士接任了元训的董事 个人的登记地址是深圳前海 而谭海军也在七月三十日接替了许家印出任巨山有限公司的董事 巨山持有布丽镜十号C洋房 而许家印原为巨山的董事和股东 财新文章介绍 巨山在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披露的周年申报表显示 许家印是公司的唯一董事兼唯一股东 许家印申报的住址也是布丽镜十号C 此前香港媒体则引述消息人士表示 谭海军是许家印的管家 而布丽镜十号BC洋房 近年都是为许家印夫妇和家人自用 但是财新记者没有能够核实许家印和谭海军的关系 也有知情人士向财新透露 洋房属于许家印持有 预计许家印会陆续清理一些个人资产 同时财新介绍 目前许家印仍在境内 虽然已经辞去了巨山的董事 但是还是巨山的股东 而同时也有香港资深地产中介向财新记者表示 转董事可以增加灵活性做多手准备 可以帮助处理公司事宜 比如抵押贷款 另外一方面 如果只卖物业作为公司董事 也可以代为办理 如果以出售公司形式出售物业 名义上需要股东出面 但是实际操作中即使股东身处不在香港之处 也有一定的弹性进行处理 此前彭博社则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表示 相关部门要求许家印以个人财产来协助缓解恒大的债务危机 指示地方政府关注恒大子公司的资金 用于确保完成楼盘建设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傅政华有关的消息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香港电台的报道 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审议通过免去傅政华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 以及撤销全国政协委员资格决定 提请全国政协常委会会议追认 此前曾经担任公安部副部长司法部部长的傅政华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在本月初正式落马 接受中纪委国家监委纪委审查和监察调查 此前政法委书记郭声坤表态要坚决拥护中央决定 而司法部部长唐一军则表示 傅政华案件严重损害了司法部司法行政系统乃至政法系统的形象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跟胡锡进有关的消息 近期有关于中国军事实力 以及对于台湾的潜在威胁 在美国媒体颇有讨论 而胡锡进今天在推特用英文发文表示 中国不会与美国进行核军备竞赛 我们认为这很愚蠢 我知道美国可以摧毁中国十次 但是我们将确保我们有充分的能力摧毁美国一次 而就在今天早些时候马克米利将军对于中国高超音速武器测试表示关切 他说这种情况的发展已经非常接近一个苏联卫星时刻了 马克米利将军表示我们看到的是非常重要的事件 也就是高超音速武器系统的测试 这是米利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所透露的信息 根据来自彭博社的报道 米利表示情况非常令人担心 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一个苏联卫星时刻 但是我认为已非常接近于此 这引起了我们所有人的注意 此前来自金融时报的报道指出 中国在夏天进行两次可能的高超音速武器实验 包括向太空发射高超音速武器 被认为能够容纳核在核 而根据媒体报道 米利的评论标志着美国官员对于这些报告的最重要的承认 虽然米利没有明确的将这种情况与苏联卫星相提并论 而苏联卫星使得苏联在太空竞赛中取得了早期的领先优势 但是普遍认为米利的言论皆是了五角大楼对于高超音速武器的关注 而根据来自彭博社的报道 如果中国对于技术进行完善 北京有可能用核弹桶瞄准美国的反导弹系统 并将其送到南极上空 最要为您关注到的则是跟中国煤炭有关的消息 中国动力煤期货周三跌至一个多月以来的最低点 已是连续第六天下跌 此前中国国家计划者表示将对煤储进行清理整顿工作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还表示 在周三与主要的煤炭生产商会面进一步讨论价格干预 而最近对于动力煤的抛售 是由上周国家发改委的声明所引发的 声明表示正在研究干预措施 根据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郑州商品交易所交易量最大的动力煤期货合约下跌超过百分之十 在周三白天的交易中触及了每日交易限额 而在周四交易日一部分的夜间交易中 合约又下滑了百分之十三 是九月十七日以来的最低点 根据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中国有大概百分之六十的电力依靠燃煤发电 而最近几周一直在努力解决电力紧张的问题 导致许多地区工业用电配给损害经济增长 北京方面筹备一系列措施来促进煤炭和电力供应 包括批准新的煤矿 允许电力公司为客户提价等 发改委在周二晚些时候的声明中表示 山西陕西内蒙等主产区的煤矿周围 有许多无证的储煤厂 为非法商人囤积煤炭提供便利 严重扰乱市场运作 发改委表示除了加强调查和监督 三个地区还需要建立合法合规的储煤厂地报告制度 禁止那些没有批准的储煤厂地 声明表示还应继续打击非法牟利活动 比如囤积和利用非法储煤厂地来推高煤价等 同日李克强主席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决定对中小微制造业个体工商户 以及煤电共热企业实施阶段性的税收缓和措施 并指示研究对于市场主体的减税措施 二十七日举行的国常会议表示 制造业仍然是实体经济的基础 在发展经济扩大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进一步做好六保 特别是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工作 会议决定对于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实现企业所得税和国内增值税 国内消费税以及随其附带的城市建设维护税 以及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和合伙企业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实施缓税 其中对于制造业小微企业税款全部缓税 对于制造业中型企业税款按百分之五十缓税 特殊困难企业可以申请全部缓税 根据来自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 会议表示还要抓紧研究下一步对市场主体的规模性减税政策 加强宏观卑调 同时李克强此前在广东顺德视察发电企业时曾经表示 电价如果太高 下游企业受不住国家研究减税办法要让企业撑住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经济学人智库的有关报告 经济学人智库对于明年全球经济增长通胀情况进行十项最大风险预测 其中两项出现几率非常高的分别是货币紧缩出乎意料的 并快速的导致美股崩盘 以及广泛的社会动荡影响全球复苏 而这两项预测经济影响则分别是高级以及低级 经济学人智库还表示 中美关系恶化时的全球经济脱钩 房地产行业崩盘导致经济急剧放缓 发生几率都是高 而至于新的变种病毒出现并证明疫苗对抗性 发生概率则为中等 中国与台湾爆发冲突迫使美国介入 发生几率则是低 其他的四个危险风险事项分别是 国内和全球金融环境收紧 以导致新兴市场复苏受到阻碍 还有中欧关系严重恶化 严重干旱引发饥荒 以及国与国之间的网络战 削弱国家经济体基础设施等 报告预测明年全球经济增长是百分之四点一 报告认为中国对于金融市场的管控 以及对于出现问题房企的有关反响 反映出了北京政府拥有隔离财务困难的工具 可以让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不大可能发生 但是如果房企负债水平仍然高企 楼市氛围恶化 导致行业出现连串违约 情况可能难以控制 届时就要投资收缩 政府对银行和家庭出手相助 导致家庭财富受到较大的影响 感谢您来到由我李奇Lizzi 为您带来的今日华尔街频道 在看过节目之后 如果喜欢请别忘了为节目点赞 也请您在留言区留下您对节目的见解和意见 如果您是频道会员的话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回复您的留言 解答您的疑问 另外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话 请记得要订阅频道 并且打开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节目发布的最新信息了 再次感谢您观看今日华尔街频道 我是李奇 我们下次再会